歡迎大家參加我們線上的分享會 就是下一個香港的柬埔寨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柬埔寨的感覺是甚麼呢? 初時我和很多香港人未去柬埔寨之前 都會覺得這個柬埔寨是一個很窮的國家 很封閉的國家 亦有很多戰亂或很多地類的國家 我在2018年至2019年都去過十次柬埔寨 發現原來柬埔寨這個國家 原來不是很多香港人所看的感覺一樣 原來都是一個很繁榮、很先進 和經濟很好的地方 今集我們會說一下柬埔寨 同時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了首都國金銷售經理Timi 為大家解說為何這麼多香港人 在這幾年會去投資柬埔寨 其實現在香港很多人去投資柬埔寨的原因 第一件事是因為香港很多人都想去投資一些海外資產 最重要的是柬埔寨是用美元結算的 美元結算令到匯率的變化比較低 所以很多人都在柬埔寨去投資一個美元的資產 他們覺得最保值 第二件事就是柬埔寨在2018年 其實在湖潤的指數裡面 湖潤海的指數 它榮獲是全亞洲租金第一的國家 一個城市 所以也吸引了很多不同的人去投資 在東南亞市場 柬埔寨的地價也比其他不同的地方 可能是泰國、越南等等的地價也偏低 所以變成柬埔寨的投資本身的地價 赤價也是偏低的 所以也吸引了很多不同的人去投資 其實現在柬埔寨是用美元結算的 還是用瑞爾去結算呢? 其實柬埔寨的我們都會用美元去結算的 當地的貨幣是 剛剛阿Tim也有說的叫瑞爾 但只是一元美元以下 才會用回自己當地的貨幣 在超級市場 甚至乎買一支水也好 都會用美元去結算的 我想問一下 其實很多人都會擔心 我投資這個海外物業的時候 擔心這個國家的政策問題 其實現在柬埔寨是一個很開放的政策 它100%可以給外資去持股 鼓勵一些外籍的公司入去開公司 不像可能鄰近地地區 好像泰國一樣 只是51和49這些股份股權 柬埔寨也是沒有的 所以它的政策是非常開放 吸引了很多不同的投資 而且柬埔寨自己裡面的人口 有超過八成是27歲以下的勞動人口 所以都會令到很多公司 入到有很多年輕動力的員工 可以邀請到 更加吸引到不同的公司 進去開公司 其實現在柬埔寨的房屋 供應量是怎樣的情況呢 其實現在柬埔寨的房屋供應 如果我們CBRE的報告 在2017年的時間 其實只有2萬套落成 但在外籍入去的人口 大概已經去到15萬 而去到2018年的時間 更加接近30萬 所以其實已經整個市場 是供不應求 不會供過於求的市場 其實很多香港人 他投資這個海外物業 其實有一個比較擔心的 就是會不會爛尾 我自己不在這個當地 也不能夠處理租務的問題 這個是令到很多香港人很卻步 我也明白很多海外投資者 都擔心物業會不會爛尾 其實我們一般現在的投資者 都很精明都會找一些強勁的發展商 好像我們的發展商金鏗集團 其實是全球五大毛衣生產商之一 我們1992年在金邊成立我們的廠房 我們也有在金邊裏面 有8間不同的廠房 每個月生產大概是450萬件毛衣 我們自己的一些品牌 好像Sawa, Unico, H&M 其實九成的只要見到 Made in Cambodia的毛衣 都會在我們製造 好像Tim和我們去過參觀的一個廠房 裡面有2600台全自動化的機器 大概的總值已經超過13億的港元 所以公司也有很多不同的資產 讓大家去參觀到 可以令投資者更加對我們的項目有信心 我都去過這個廠房 其實廠房真的很大 有自己的發電廠,有自己的醫院 所有東西都是自給自足的 除了廠房之外 我也有參觀這個樓盤的The Fetchy The Fetchy就是以前 Levi's生產牛仔褲的廠房 也是很大 發覺有些事情 原來參觀首都國金的樓盤 你需要用一天的時間去了解 我自己也看過很多樓盤 通常都是看會所 看看Soul Fetchy 但這個項目是很有趣的 除了看廠房之外 又可以看創意園 之後就看這個Soul Fetchy 講到這個The Fetchy 或者Timmy 可不可以再說多一點 這個Fetchy 其實裡面有些什麼呢 其實我們的園區 叫The Fetchy 是全東南亞最大的創意園區 現在也是金邊一個最新熱點打卡地方 我們其實把五年前的Levi's廠房 活化了 做了不同的設施 有生活、娛樂、工作 亦都可以在裡面一應俱全 我們裡面除了一些共享辦公室 可以讓一些初創公司去裡面做生意 我們也有很多不同的餐飲、娛樂 好像金邊的最大的跳彈床公園、滑板牆 以及耳機裡面 也都在我們園區裡面 之前我們也邀請到TVB三日兩夜的團隊 來我們的園區裡面拍攝 還有就是風魔全球二十年的 窮爸爸、月父爸爸系列的作者 他也都會每個月帶學員來我們的園區裡面參觀 其實我們園區裡面 現在在共享辦公室裡面 做事的人已經大約有2500名了 這些也都會是我們自己 在Urban Village裡面項目的一些潛在的租客 我剛剛看到你們的官方的專業 看到你們的首都國今一期收樓 我們Urban Village一期 其實4月20日已經收樓 在我們收樓之前 我們也找了香港流域檢驗學會 對著名的Cancer來跟我們檢驗的 亦都是全東南亞裡面 唯一一個拿到A++評級的項目 Timi 其實我們香港人 如果投資你的柬埔寨物業 通常都是收租 因為可能他們的租金回報比較高 其實租客的對象是哪一類呢 其實我們的租客對象 我們本身已經自製了一個人流 所以我們的園區裡面 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初創公司的人 在裡面辦公 他們也都需要找回一個地方去住 最近在自己工作地方附近的幾分鐘路程 已經有我們的項目裡面 所以第一件事 我們的租務人流 會在我們園區裡面已經有供應 第二 在2023年的時間 在我們項目的附近十分鐘的路程 亦都有Eon Morphe這個大型 柬埔寨最大型的商場人樂城 裡面也有很多不同的租客 甚至乎員工 他們也會找回一些項目去住 我們也會帶給他們去一個最近的樓宇項目 Timi 其實如果 我們買了這個Urban Village之後 怕不怕我們租不出去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給大家一些實質的數據 我們其實搜到個今期的單位 有828戶 我們超過六成是當地人的購買 還有我們用了九個月的時間 已經將我們全部單位去售出 現在在我們收樓的時間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會留回來自住 只有大概200套是供應出我們的市場 讓其他人做租務 所以也可以給大家一個信心數據 其實在今邊的租務市場 以及樓宇自住的市場 都非常旺盛 不需要擔心會租不出去 我自己也買了一套 原因是因為它本身是一個香港發展商 同時我也知道Urban Village 也有很多香港人購買 所以我會非常放心 而且Urban Village的团队 小學服務都非常好 同時我也知道首都葛金附近 都有一個大型的興建 其實在2023年 金邊周邊都會有很多大型的基建 落城 好像我們自己的首都葛金附近 大概六分鐘的路程 也有一個金邊的輕軌站 叫鐵橋頭站的總站在我們附近 還有就是在首都葛金的西蘭邊 大概十分鐘的路程 也會有柬埔寨最大的百貨公司EOMORPY 以及西蘭邊的地方15公里外 也會有一個柬埔寨的新的國際機場 這個新的國際機場 其實是一個CF級的國際機場 可以容納很多不同的 國際大型航班的機場去升降 我們自己的園區附近 也有很多不同的中學 小學大學的學校區 在園區裏面也有蒙特梭里幼稚園 所以我們的盤 其實除了一些不同的大型基建之外 也有很多不同的校網在裏面 我想問一下 其實如果香港人買了Urban Village之後 他可不可以在香港辦理手續 包括了租務問題 明白的 這個都會是很多租客 或者投資者擔心的問題 好像我們現在收到這個一期的收樓情況 我們也有很多不同的租客 會在我們銅鑼灣展銷廳 去做我們的視頻收樓 只要簽了一封委託信 我們就可以幫你做一個視頻 安排我們當地的同事 在這裡給你做一個視頻去收樓 只要你要求想看某一個部分 可以重點 我們會安排同事的鏡頭 Zoom近去看 我們日期也一樣 所以也都把租務 甚至乎一些二手買賣 都可以在我們銅鑼灣的展銷廳裡做到 這個服務都非常體貼 至少不需要每次都乘搭飛機去柬埔寨 因為你知道香港人的時間都非常忙 如果我想去了解更多的時候 有什麼途徑呢? 其實現在疫情期間 很多投資者想飛去當地看 也真的有困難 我們也都在香港 在柬埔寨的地產項目 有一個唯一的示範單位 還要在銅鑼灣地鐵站上蓋 只要大家可以聯絡阿添他們 阿添會幫大家安排 我們可以讓大家上來參觀我們的SoFact 我們還會有一個1比1的示範單位 讓大家參觀 今集來到這裡差不多了 或者我們拿一個總結 投資柬埔寨其實都有幾個優勢 Timmy 你可不可以做一個總結 有什麼優勢呢? 其實現在投資柬埔寨 我們最重點的優勢 第一件事 在亞洲唯一一個美元資產國 另外金邊也是全亞洲租金回報第一高的城市 這些都是投資者覺得必須要知道的重點 好了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對柬埔寨Urban Village 或者其他有什麼問題 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們會有優惠送給大家